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手山东鲁能、奥拉罗游说道,对手的实力非常的强,特别是防守,他们至今只丢了11个球,球员的实力非常强,在身体和技术方面都是如此,上一场足鞋杯,我们以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输球,从而没能更进一步,接下来,我们会忘掉此前足鞋杯的实力,专注于现在的联赛中,我们会保证好在联赛的排名,并尽量的往前提升。 谈到帕莱塔染红禁赛的影响,奥拉罗游说,我会用杨博宇来顶替帕莱塔的位置,他此前的训练,包括下训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,虽然鲁能的封线实力非常强,但我相信我们的后方能够做好,杨博宇的上场能取得一个好的效果。 对于新元·埃德尔的出场,奥拉罗游则说,我们还没有决定明天比赛的阵容,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埃德尔会进入球队的名单当中,至于首发还是替补。 要看接下来的调整,球队目前受到了一些伤病,而埃德尔刚来也没有调整到最佳的状态,我们的进攻险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但是,我们一定会努力解决,争取取得好的结果,埃德尔和鲁能前锋佩莱曾是国家队队友,记者问到是否与埃德尔谈到佩莱时,奥拉罗游说,埃德尔没有和我谈及关于佩莱的东西。 随奥拉罗游出席发布会的谢鹏飞则说,我们目前的赛程很紧密,对手也很强大,但我们会拿出好的表现,积极投身到联赛当中,用我们的表现回馈苏宁求你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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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